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读《撒末尔记》 特别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从《撒末尔记》上下都在读大卫的故事 当我们把大卫的故事要读完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大卫实在是一个跟很多人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 好像《撒末尔记》的总结一样 一个不一样的大卫 大卫有很多地方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大卫有很多的地方 也跟我们不一样 虽然大卫在青年的时候就蒙神拣选 被告为以色列的王的预备人选 但并不因此大卫有免于受人生各样苦难的特权 大卫的人生其实跟大多数人一样 有得胜 有失败 有荣耀 有羞耻 有苦 有乐 有甘甜 有苦涩 但是虽然如此 大卫仍然却是神所喜悦的人 虽然如此 藏地还是非常的祝福大卫 所以我们看一下大卫的人生 其实跟大多数的人生是很相似的 第一个 大卫从小就被父母和兄弟忽略 他的童年里面 当哥哥们去打仗的时候 他其实还在那里当一个牧羊人 当撒末尔来到耶稀的家里 要告说这里有一个以色列未来的君王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想到他 他仍然在那里放羊 爸爸妈妈没有想到 哥哥们也没有想到 以至于撒末尔在那里早半天 怎么没有呢 上帝你是不是弄错了 上帝说一定有 你问他 家里还没有兄弟啊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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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大卫 他在放羊 需要叫他回来吗 当然要叫他回来 他如果不回来 我就不会告任何一个人 你看 大卫真的从小在家里 就是一个最小的孩子 是完全被忽略的孩子 但是大卫同时间也是少年得志 所以当他击败哥利亚 杀了哥利亚之后 他其实得到很多的掌声跟荣耀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他可能是少年成名 所以得到很多妇女的掌声 我大家所羡慕的 但是他得到掌声跟荣耀的同时 也是他逼迫跟患难随即而来 因为扫罗的不安全感 大卫开始了长达很多年的逃亡的生活 甚至于他到一个地步 他投奔亚基王 他必须装风卖傻 把自己装得好像傻傻的 口水流在胡须上面 才能够取得亚基王的信任 所以大卫有很难堪的一面 大卫有很多羞辱的一面 大卫在功成名就以后 也有软弱犯罪的堕落生活 有一天他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 那么起来看到一个妇人洗澡也不关门 所以他就跟他发生了关系犯了隐乱 他过一个堕落的生活 大卫跟许多人一样 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刻 他也有他跌倒的时刻 甚至他犯罪的时刻 大卫也有生命中很艰难的时刻 当他跟巴斯巴所生的孩子 神说这孩子要重变而死 他躺在地上七天七夜 近时祷告 那么通宵祷告 然后眼睁睁地 看着他所挚爱的孩子 就这样因为他犯罪的缘故 审判的缘故 这孩子就死在他的前面 所以大卫其实也惊艳了 失去孩子的绝望跟伤痛 大卫有跟儿子的背叛 还有儿子背叛中间 那种挣扎的生理死别 当我们读到亚撒龙背叛 看到大卫开始逃亡 然后最后亚撒龙死在月牙的手里的时候 大卫听见他的消息 他儿子死了 一面走一面哭说 我儿啊我儿啊 但愿死的是我不是你 你看到大卫 一方面儿子要追杀他 一方面如果不反击也不行 但如果反击自己儿子死了 他说你可死的是我 你看大卫心里那种痛苦的挣扎 也是人生当中 甚至让人家肝肠寸断的事情 所以你看大卫的人生 其实跟大多数的人生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你看大卫的人生 他所经验的悲欢离合 生理死别痛苦挣扎 并不少于我们任何一个人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你看圣经怎么定义大卫 圣经怎么说大卫 大卫怎么说衡量自己的一生呢 有一段经文是我很喜欢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这是圣经对大卫一生的评论 非常喜欢 特别是喜欢中间红字那一段 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 大卫不是生病死的 大卫不是车祸死的 大卫不是破产死的 大卫活到年纪老迈也没有生病 日子满足好不好 回头看 他的人生很满足 然后享受丰富好不好 尊荣然后就死了 你看我现在50岁以上了 有时候想一想 人生下半场 我也祷告 我要跟大卫一样 你们喜欢吗 喜欢吗 高妈妈喜欢吗 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 感谢赞美主 这就是人生最棒的 喜欢的人说阿们 但是不仅如此 他年纪老迈之后 他还很快乐 他看见他儿子 所罗门接续他做王 你知道过了50岁 然后如果你万一到了60岁70岁 你最快乐的事情 不是你当董事长 你当校长 你当什么长 都这么50岁以上了 60岁以上了 到人生下半场 你还能够拼多少 还能够抓多少 还能够爬多少 其实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看到自己的孩子蒙福 阿们 你孩子当董事长 比你自己当董事长要开心 对吧 对不对 你都多了五六十了 你还在拼什么 二三十岁的人 才拼命的往上爬 五六十岁的人 最渴望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下一代怎么样 蒙福 那么大卫王就是这样 他年纪老迈 他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子 接续他的位置 开不开心 开心 告诉你旁边的人 这就是我们要的人生 我真的常常拿这段经文来祷告 这个是我要的 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好不好 就没有什么后悔的 然后享受丰富尊荣 就死了 然后看到自己的儿子 我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嫁一个很好的丈夫 感谢赞美主 就这样可以了 所以你知道 大卫的一生 是幸福 是蒙福的 所以为什么神这样爱大卫 一生能够成为讨神所喜悦的人 其实并不是大卫的人生 跟我们的人生不一样 其实他的人生 跟我们的人生不仅一样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多的生离死别 跟悲欢离合 但是为什么大卫 仍然可以说 他的一生是享受丰富尊荣 那么日子满足呢 那么原因是因为 大卫有很多地方 是跟我们不一样 大卫在面对人生的挑战 和苦难时 他对神的态度 真的和一般人是很不一样的 人生的差别 不在于苦难 人生的差别 而是在我们面对苦难时的选择 或者说 人生的差别 真的不在于苦难 或者外在的环境 而在于 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 面对这些挑战的环境的时候 人生 我们有不同的态度 和选择 这是重点 所以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大卫怎么样在他人生 非常关键的时刻 他做了一个 很不一样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的确是跟世人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第一个 大卫的很不一样事 第一个 他是在一个小事上忠心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大卫对扫罗说 你不认为父亲放羊 有时候来的狮子 有时候来的熊 从狮子中 嫌一只羊羔去 我就追赶他 就击打他 将羔羔从他口中救出来 他起来要害我 我就揪着他的胡子 将他打死 大卫很特别 他爸爸叫他放羊 他就乖乖放羊 而放羊 其实那是一个 就是很寻常 没有人看中的服饰 所以 但是大卫 他很不一样 他看放羊 他真的用生命去放羊 有狮子和熊来 为不危险 但是他真的祷告 圣灵充满 他打死狮子 他打死熊 你知道哥哥们 完全忽略这个小弟 所以大卫就是放放羊 然后没事叫他送个便当 给战场上的哥哥 他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是一个完全不被看中的服饰 但是大卫对这个 没有人看中的服饰 他却充满热情地去服饰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 当扫罗王软弱跌倒 神要在接以色列境内 找一个接班人 是可以接扫罗的位置的时候 我相信他东看西看 他到处看 他可能一看 到江子岁行道会 牧师讲道 讲得很好 这个不是我要的 可能一看 有人在一节谈起 谈得超有恩高的 感谢赞美主 可能看到院仆在这里 领敬拜 脸得也很有高谋的 可能有人做阴控 指挥落定 可能做很多的事工 可是可能神走来走去 突然看到 有一个人在厕所里面刷马桶 一边刷一边敬拜神 在厕所里面敬拜神 很认真的刷 很快乐的刷 用生命在刷马桶 这个没有人看中的服饰 这个在咔咔脚 完全被忽略的服饰 可是大卫很不一样 这个没有人看中的服饰 这个没有人喜欢的服饰 那么被忽略的服饰 他用生命在那里服饰 而且一边服饰 一边享受服饰 一边在那里敬拜神 这就是大卫 大卫神就说就是他 不是那个讲道的 不是那个领敬拜的 不是那个施情的 也不是那个阴控的 也不是那个招待的 是那个在厕所里面 很快乐 一边敬拜 一边刷马桶 扫厕所的那个 我就拣选这个人 我相信神是这样选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大卫很特别 那些没有人看中的服饰 他却充满热情的服饰 神看见了 而且他生活中 他培养出 击败哥利亚的信心 跟熊 跟狮子 其实那只是一个 牧羊人的工作 但是他用生命 在生活中 用信心 击败熊跟击败狮子 以至于培养了 可以击败哥利亚的信心 我去年在做1130的时候 其实当我承接这个任务 背后整个总务行政协调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 其实没有任何的压力 不慌不忙的 对我来讲 我从来没有觉得 那对我会是一个太大的挑战 为什么 其实我时候就想 很多人认为说 上凯到1130 这么大的一个行政总务的工作 其实我倒觉得还好 因为对我来讲 只是场地不同而已 我连厂商都相同 为什么 我从十几年前 在壁坛做 开始做园游会的时候开始 其实就一直在做这种外场 凭着信心做的活动 我已经打了无数的仗 所以对我来讲 那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所以我能够明白 当我能够承接 1130行政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 过去20年里面 神已经预备我 不知道办了多少次的园游会 断了多少次的互联 断了多少次外场的聚会 大场小场已经办了很多场了 包括在拜新北市市府前面 办以爱点亮新北市 其实对我来讲 已经打了很多很小的仗 所以当我面对1130 我觉得神早就预备我好了 所以我并没有 也预备好我们的团队了 所以我并没有很多的惊讶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培养信息 你必须在生活中学习 跟狮子跟熊打仗 阿们 而且快乐地享受那些 没有人看见的服饰 那么大卫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他没有抱怨 他没有一边刷马桶 一边流眼泪 为什么李彦普林敬拜 我到今天还在刷马桶 他没有说一节都混到诗琴了 我还在刷马桶 哈利路亚 我只能在厕所里唱 他很喜乐地做那些 没有人看中的服饰 神选上了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卫很特别 他关心神的荣耀过于自己 他说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集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 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辱骂 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格里亚骂阵的时候 大卫关心的不是自己 但是他很惊讶 以色列人怎么允许 允许那个 未受割离的格里亚 这样羞辱神的军队 我说是奉的神 难道会怕格里亚吗 那个在旷野里 我牧羊的时候 可以帮助 能够打败狮子和熊的神 难道输给格里亚吗 所以他觉得 他为了神的名 他要去跟格里亚打仗 哥哥们笑他 你是怀有恶心 你那看我们闹笑话的 格里亚一骂 所有人躲起来 他们看中他们自己的性命 过于神的荣耀 但是大卫不一样 大卫看中神的荣耀 过于自己的性命 他说服侍的神 如果能不能打败格里亚 那么这个神还是神吗 他心里有一个信心 在生活的里面 所以他要挑战格里亚 他打败格里亚 大卫真的是很不一样 所以当很多人逃跑的时候 他为神的荣耀而战 Amen 第三个 大卫很不一样 是因为他敬畏神 过于抓住成功的机会 他说我的主乃是 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一次在影基底 一次在西佛的旷野 大卫有两次的机会 可以杀死格里亚 如果是我们 旁边的人也鼓励 你被扫罗追杀 他就在你的面前 耶和华把扫罗摆在你的面前 是你结束流亡的日子 是你登基作王的机会来了 杀了他 合情合理 理所当然 这是这么好的机会 但是大卫不一样 大卫说 他说 我万不敢杀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他宁可选择 等候神的时间表 他宁可选择 继续再过逃亡 一个被羞辱的生活 他也不要用人的手 去结束自己的苦难 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结束自己的苦难 不要用人的手 不要用人的聪明 结束自己的苦难 因为神有神的时间表 他宁可选择等候神 因为他是敬畏神 他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今天这个世界上 充满了机会主义者 见缝插针 他们最常讲的就是 这是一个机会 为了抓住这个机会 能够成功 能够成名 能够富有 他们不择手段 因为他们觉得 如果失去这个机会 以后恐怕没有这个机会 他们就急急于要成功 大卫不是这样的人 你知道当扫罗死掉的时候 在吉利新山 死掉的时候 战死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亚玛利人 赶快跑去跟大卫讲 跟大卫说 大卫我告诉你 那个扫罗已经战死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战死了 那个亚玛利人说 因为不是我亲自杀死他的 战场多么激烈 扫罗知道赢不了了 扫罗叫我拿刀杀死他 是我杀死他的 我保证扫罗已经死了 这个亚玛利人 为什么要跑第一个 跑去大卫 跟大卫说扫罗死了 为什么 邀功嘛 对不对 他强调说 这个人是我杀的 扫罗是我杀的 如果你是大卫会怎么想 赏识他 对吗 正常的状况 但是我告诉你 大卫很不一样 大卫杀了他 为什么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 机会主义者 他逮到一个千古难逢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大卫马上就要作王 他也知道扫罗在追杀大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赶快跑第一名去告诉大卫 说我杀了他 那么他就可以封侯 他可不可以成为宰相 他可以做大官 这是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 跟大卫杀了他 大卫说 你竟敢杀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很不一样 第二次再发生相同的事 对不对 他在西伯伦作王的时候 那么扫罗王的儿子 米斯波瑟作王 那么后来那个将军 被月牙杀死了 他们内部不稳定 有两个人 利甲还有谁 就赶快趁米菲波瑟睡觉的时候 去杀死他 割了他的头颅 拿着他的头颅 圣经这样讲 走到哪里 西伯伦要见谁 见大卫 要告诉大卫说 你看我杀死了你的对头 你要奖赏我 大卫说一样的话 你竟敢杀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那么一样杀了那两个人 大卫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这个世界充满了机会主义者 但我要跟你说 机会主义者的成功都是一时的 大卫的成功是一生的 机会主义者的成功 是因为抓住那个机会 短暂的成功 但是当机会过去的时候 他经不起苦难的考验 他就跌倒了 大卫的成功 是敬畏神而来的成功 大卫的成功 是宁可忍受苦难 他敬畏神 等候神时间表的成功 所以他的成功 是可以一生的成功 今天到处都是 见缝插针的人 我觉得有一些人 别人可以这样做 但我常觉得 基督徒不要这样做 基督徒不要成为 一个见缝插针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要的成功 要是因为敬畏神的成功 是一生的成功 不是只是那个投机分子 只是抓住机会的成功而已 这里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分享一下 我怎么样处理 江子翠捷运战 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 那么很多人说 哎呀我们要怎样怎样回应 要做很多的事情 但我们教会自始至终 我们表达了百分之百的沉默 很多的人找我 很多人打电话 包括当天有一整排SNG车 环绕在这四周里面 记者三次下来问我们 问我们新闻 希望从我们这里要到一点新闻 要不到就跑去问 Seven也问了 全家也问了 那个仲介也问了 连松青都问了 这个保全也问了好几次 你知道吗 就守在那边 SNG车在安全门上面 看有没有人去看他 很多人给我建议 牧师这时候 甚至写信给我 有一些别的教会的 告诉我 你现在应该要去探访 他的父母 最应该去探访的人是我 但是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看SNG车环绕在四周那三天 他们不是真的关心这个家庭 他们要的是收视旅 我不能够在这些 血腥的事情上有份 我不能够说这个时候 如果我大剌剌的穿个牧师袍 拿个圣巾 所有人都来采访我 我就直接这边走进去 按他的门铃就够了 为什么来啊 我是这个牧师 哎呀 遗憾他没有来聚会 因为他一定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我也很能讲这种事情 你就看到报上 这样子所以行到会 就铭满整个全台湾 我的良知不能这样做 我不能参与在 这个收视力的提升里面 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如果要在集园站 做什么事 我有八十个小组 要滚要爬我都可以 爬舞团我都可以 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是在地的 别人可以做 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样做 我心里面 我只是利用这个SNG车 来promote我的教会而已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但我不能够说 我不能够说 我不这样做 我就不关心这个家庭 不关心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不能够说 上媒体才叫关心 有些东西 我是在地的 我在这里长期的耕耘 我在这里长期的关怀 这里所有的人 我并不需要靠媒体 我不要给媒体 任何的新闻 你告诉你旁边 就叫做江子吹行道会 我们就是一个低调的教会 我不喜欢这些事 但是你说我没有压力 有啊 很多外在人认为说 我不关心 我不是不关心 我不喜欢这些事 关心 不要跟媒体画上当好 我是在地的 我可以默默地 做我该做的事情 就够了 Amen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世界上的人 喜欢见缝插针 别人可以做 但我觉得基督徒 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要的 不是得着机会的成功 我们要的 是因为敬畏神 而有一直的成功 Amen 大卫真的是很不一样 如果是我 已经早就杀了他 不止两次 这种机会 岂能放过 谁叫你在我们前面 来上厕所的 活该 结束我流亡的生活 但是大卫不会这么做 因为大卫敬畏神 过于自己成功的机会 大卫真的很不一样 第四 大卫很不一样 大卫敬拜神 不受自己身份的限制 耶和华的约跪 见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 米甲 从窗户里观看 见大卫王 在耶和华面前 勇要跳舞 心里就侵蚀他 可见大卫 真的已经 开心到一个程度 他已经把约跪 接近城的时候 他已经是 已经是 开心 喜乐到那种 控制不住 在神的面前 勇要跳舞到一个程度 完全忘记他自己是王 所以以至于 他的妻子米甲 从窗户上观看 这个王 怎么跳舞 跳成这个样子 成何体统 心里就侵蚀他 因为米甲认为 王的身份 比什么 敬拜神更重要 但大卫忍受不住 大卫真的控制不住 他就好像世界杯足球赛 你突然 你支持那一队 一脚踢进去 你不会说这样子的 你有问题 你一定兴奋 就像NBA总决赛 你支持的 对不对 那一队 最后赢了 你不会坐在沙发上 赢了 如果是你支持那一队 你很兴奋 你忘记你的身份 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大卫很自然 大卫爱神 他当牧羊人的时候 他在旷野的里面 一边牧羊 在一边敬拜神 他是个诗人 他今天做一个王 他还是一样 一边敬拜神 疯狂的敬拜神 不管他是一个牧羊人也好 还是以色列君王也好 他站在神的面前 他是一样的敬拜神 阿们 大卫很特别 你知道最难带的敬拜 聚会是谁的聚会 就是牧师们的聚会 如果你带一群牧师 在台下敬拜 我告诉你 你知道那个聚会 是最难带的聚会 因为常常最不会敬拜的 就是牧师 你知道 因为可能以前 年轻的时候都很会敬拜 慢慢的是牧师的时候 就不会敬拜了 你知道 牧师们在一起的聚会 是最难带的聚会 很难有恩高的聚会 因为大家都觉得 牧师 你知道吗 每一个很合适 参加追思礼拜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很多时候也是 男生也是一样 年纪越大越难敬拜 职位越高越难敬拜 我是董事长 我是总经理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青少年了 所以敬拜起来 都要有董事长的样子在敬拜 觉得我的身份要顾到 以前不会 有的时候一案例长老 他也不会敬拜的 本来不是长老 很好的敬拜 我现在是长老 我坐在第一排 坐在第一排 要很好的敬拜 坐在第一排 我是第一排的 我要敬拜 我要有我的样子 你知道大卫 难怪神这么喜欢他 难怪神这么喜欢他 因为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不管他是一个牧羊人 还是一个君王 他在神面前 他就完全做自己很自然的敬拜 我刚听我们第一首歌的时候 第一首歌 李彦卜演的第一首歌 我一直在找Mass Talk一首歌 要取代一切歌颂赞美 我找了很久 一切歌颂赞美已经唱了三十年了 该换一换了 我终于找到李彦卜在上面领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这首歌是我等很久的歌 我刚刚已经跟惠民讲了 已经跟惠民讲了 马上帮我编一首弟兄们可以跳舞的第一首歌 所以这次Mass Talk参会的时候 惠民就会编好 下下礼拜就编好 然后我要找几个弟兄们一起来 我们要把第一首歌变成一个有动作舞蹈的歌 弟兄们需要被释放 很多弟兄们 你知道吗 已经不会敬拜了 你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敬拜 每个脸都是一样的 不可怜 你知道吗 他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大卫真的很不一样 不管你是董事长 不管你是教授 不管你是总经理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的敬拜我们的神 阿们 你从前怎样敬拜神 你现在当了董事长 还是一样的敬拜神 你从前学生怎么敬拜神 你现在是个教授 你还是一样的敬拜神 阿们 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 难怪神这样喜欢他 大卫真的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人 所以弟兄们预备好 感谢赞美主 Math Talk 我们要编一首新的歌 赶快要出来了 我们很久没有在上帝面前跳舞了 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第五个 大卫很不一样 因为他在平安富足的时候 仍然会想到神 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 看啊 我住在香伯木的宫中 神的约会返在曼子里 大卫很特别 有多少人在平安富足的时候 还会想到神 大卫住在王宫里 仇敌已经平静 他已经登基 已经坐王 一切是这样美好 可是他自己住在王宫里 他却想到神的约会 还在帐墓里面 他想要为神建殿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女朋友 一直祷告 主啊 给我女朋友 没有结婚 主啊 给我结婚 一结了婚 就说我现在结婚了 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服侍神 很多时候没有孩子 跟神祷告 主啊 给我孩子 给你的孩子之后 发现现在没有办法 我要以孩子为中心 很多人没有工作的时候 一直祷告 神啊 给我工作 给我业绩 好了 神给你工作了 牧师 我现在工作很忙 我没有办法再服侍神 没有业绩的时候 天天祷告 主啊 给我业绩 现在上帝给你业绩了 说牧师 我现在业绩很多 很忙耶 我没有办法服侍神 其实有多少人 能够在生命中 富足的时候 仍然想到神 没有房子的时候 搞个说上帝给我房子 现在你有房子了 牧师 贷款很重 我没有办法再服侍神 真的 有多少人 能够像大卫一样 房子买了 老婆娶了 孩子生了 车子买了 股票领了 一切都美好了 一切美好的时候 你能够想到 神家中的需要呢 有多少人能够这样 你知道大卫就很特别 当大卫想到神说 神啊 我要为你见点 你知道 神立刻听到 他里面的声音 神跟先知拿单说 告诉大卫 你不用帮我见点 因为流人的血太多 你是个战士 你的儿子 所罗门 会在太平的时代 所罗门会帮我见点 但是 大卫 你在平安富足的时候 你还想得到我 我告诉你 我要祝福你 上帝就给大卫 有四重的祝福 圣经一整夜 都是上帝给他的祝福 不是一两句 一整夜 他说 我给你祝福大卫 你既然在平安的日子里 你想得到我 我要给你一个祝福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都使你得胜 你去高雄 高雄会得胜 去日本 日本会得胜 你去大陆 大陆会得胜 你去桃圆 桃圆还是会得胜 不管你往哪里去 我都叫你得胜 因为我喜悦你的心 阿们 喜欢的人说阿们 当神祝福你 你无论往哪里去 你都得胜 我要这个祝福 哈利路亚 我在江翠得胜 心中也要得胜 阿们 第二个 神对大卫说 我要帮你选定一个地方 从此你不再迁移 我要把你栽种在哪里 栽培你 训练你 哇 喜不喜欢 喜欢 我常常搬来搬去搬家 很痛苦 选定一个地方 不再搬移 这是不是个蒙福的地方 阿们 我要训练你的后代子孙 而且立他做王 站在你的位置上 就算他软弱跌倒 我会管教他 但我的慈爱 永远不会离开他 哈利路亚 告诉他 而且你的家世 会立到永久 我要帮你建立家世 直到永远 永远 我的慈爱 不离开你 阿们 你知道当你想到神 神就会想到你 很多时候 大卫连做都还没有做 他只是想到神而已 神就说 我要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世 祝福你的后代子孙 你知道 两百多年前 有一群青教徒 他们受不了 英国国教的逼迫 那群敬钱 那群爱主 那群真实的基督徒 他们对他们的家园 对他们的国家 他们有一个梦想 他们想要建立一个 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做了五月花号 清教徒就移民到了美国新大陆 中间付上很多的代价 可是这群五月花号 这群清教徒 一抵达美国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事情 不是建自己的家 第一件事情 是建立神的教会 他们第一件 第一年的收成 不是自己用 第一年的收成 是全部的奉献给教会 当他们开始立国 有了钞票的时候 他们说什么 钞票上 in God we trust 如果你打开美金 你可以看到清教徒 这群五月花号的清教徒 从英国 坐船到美国 建立他们梦想中的 基督教国家的时候 他们是把一切 甚至让神 居守卫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家 他们先想到神的家 甚至到一个程度 他们连钞票上都印 in God we trust 两年前 我有机会到美国去 去那边休息的时候 我到美国的超市里面去 你知道你看到 好像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搬来美国 全世界最好的水果在哪里 全世界最好的果酱在哪里 全世界最好的衣服在哪里 全世界最好的海鲜在哪里 全世界最好的鱼在哪里 在美国那个超市 你看 真的就是觉得 怎么会这么丰富 你觉得美国人的生活 实在是奢侈 没事拿个冰淇淋 每天吃冰淇淋 一大桶就这样 一吃难怪这么胖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吃 你知道吗 是优格冰淇淋 美国人是这种 就是 看到他们 常常就是街上拿一桶 一个就是这样吃 美国人的生活 怎么这样的富足 你只能够说 神就是祝福美国 虽然他们现在在吃老本 虽然他们现在江河日下 但是他们老祖宗 两百多年前 他们心里面一个敬虔 有一个梦想 要建立一个 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以神立国的国家 这样的心 神是知道的 阿们 所以两百年来 神祝福美国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你想到神 神就会想到你 但是有多少的时刻 我们住在我们的豪宅里面 我们住在我们 非常满足的房子里面 你心里还想到神家中的需要呢 有多少人这样 大卫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人 所以神祝福他 第六个 大卫是一个用信心 来抓住神祝福的人 耶和华神啊 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万君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以你启示你的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世 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 当神说要祝福你 你的回应是什么 很多人时候我们说 神要祝福你 你就说不必了 神祝福我 祝福县湖吧 他比较需要 他有比较多孩子 他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 他相信神会祝福他吗 他其实是不相信的 所以你说 神要垂听你的祷告 我为你祷告 也不用为我祷告 我可以啦 你去为这个 宪福祷告 他比较需要啦 神这么忙 地球上这么多人 跟他祷告 我没有关系 我可以 你多为那个 比较需要的人祷告好了 他这样讲 他是相信祷告 还是不相信祷告 他其实是不相信祷告 大卫很不一样 当神说 我要祝福你 侍从的祝福 祝福你 祝福你的后代 永远坚立你的家世 大卫相不相信 大卫相不相信 他坚定地相信 所以他立刻就回应说 神啊 我真是何等的荣幸 你拣选到我 我算什么 你这样拣选到我 上帝啊 你所说的话 愿你每一句 都能够坚定到永远 成就在我的家族里面 上帝啊 谢谢你这样应许我祝福 因此我大胆地向你祷告 求你成就在我 和我的家的身上 Amen 大卫这样回应神 代表一件事情 大卫相不相信 他从心里面 他完全地相信 神的话会这样应验 所以他大胆祷告 Amen 你知道吗 基督徒怎么面对神的祝福 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中充满的应许 给我们 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些应许 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那个应许是给你的 我常在想 我现在在开拓新庄 又在负责这边 我常在想 我就相信 神祝福我们 一件事情 教会是神的 分散是神的心意 我相信 耶稣的名字被高举起来 会吸引万民来归向我们 Amen 我就这样相信 我就相信 用单纯的信心来相信 神每个礼拜 会把得救的人数给我们 因为教会是神的 Hallelujah 因为教会是神的心意 Amen 我要抓住神的应许 我要大胆地向神来祷告 Hallelujah 所以当神要祝福你的时候 你不要说不必 当神要祝福你的时候 你不要说 哎呀 不用不用不用 你说不用是因为你不相信 如果你真的相信 一定会说 感谢赞美主 主啊 谢谢你 我要凭信心祷告 抓住这个应许 Amen 那是因为你心里不相信 如果你像大卫一样 你真的这样相信 你请问神开不开心 神喜悦吗 你以为你很谦卑 神说要祝福你说不必了不必了 你觉得神说 这孩子好谦卑 会这样子吗 他一定很火大 你知道吗 你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当我说要祝福你的时候 你根本不相信 可是大卫刚好相反 大卫很特别 他说神啊 谢谢你这样祝福我 我相信 求你照我的应许而已 求你坚定的应许 所以仆人向你大胆地祈祷 使我相信的话一定会成就 Amen 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要用信心领受神的祝福 大卫是讨神喜悦的 所以难怪神这样的喜悦大卫 第七个 大卫很特别 他犯罪的时候 他愿意很真诚地向神悔改 大卫对拿单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单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这些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当拿单指出大卫的罪的时候 大卫他立刻就承认自己的罪 他就立刻知道自己得罪神了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 没有为自己解释 也没有为自己找理由 他更没有推卸责任 没有 他直接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 大卫应该要这样说 我得罪乌利亚了 这样比较对嘛 对不对 通常我们说 你为什么迟到 你为什么做 对不起 对不起 献虎对不起 对不起 但你也不会跟献虎说 献虎我得罪神了 你不会这样讲 对不对 可是大卫很特别 他很直接地说 我得罪神了 你知道为什么 得罪乌利亚重要吗 对一个王来讲 杀一个人算什么 对古时候的王来讲 杀一个人算什么 我是王嘛 对不对 乌利亚你死了 你又怎样 你想怎样 乌利亚敢怎样 死了就死了 杀人还需要理由的吗 对不对 我就是杀了你 王杀的人也不计其数 不高兴拖出去就斩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王杀了一个人 要不要紧 对王来讲 他不要紧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王 你想怎样 你不敢怎么样 但是 拿丹跟大卫说的是 大卫 你得罪神了 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你杀了乌利亚 这件事情 神不高兴 乌利亚是不能怎样 对不对 他是王嘛 死就死了 你还能怎样 但神呢 神能怎样吗 神得罪神就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杀不杀乌利亚的问题 而是这件事情 拿丹告诉他 神不高兴 神你得罪神 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知道乌利亚不能对他怎样 但神可不可以对他怎样 可以啊 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 是他的神 大卫立刻他就认罪说 我得罪神了 因为他敬畏神 今天 如果一个人敬畏神 他就不会挑卵柿子吃 今天一个人敬畏神 他就不会 他就不会欺善怕恶 因为重要的是 不是这个人是不是乌利亚 这个人是谁 重要的是 你这件事情 如果神不开心 如果神不喜悦 你就知道 你必须要立刻悔改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的生命 不会改变吗 他只是觉得 他对不起乌利亚而已 知道吗 那我下次小心点 对不对 他只是觉得 我对不起人 我下次改变一下就好了 或者我记不如人 你知道没有办法 我被你抓到 他们只是觉得 我做错事情 好 我举个例子 让大家明白 我以前在证券公司上班 我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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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后悔 因为早上一买完以为会涨 中午一收盘就错了 就跌 你知道吗 所以我会后悔 我后悔是后悔什么 我买错什么 股票 我明天继续一样 对不对 继续一样 早上买进 中午什么样 卖出 你知道吗 所以又 今天涨了 感谢赞美主 我终于把昨天赔回来了 后天继续买 又赔了 我又很后悔 为什么买错股票 但有一天神对我说 孩子 你这样早上买中午卖 你是贪婪 你得罪了神 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因为神不喜悦我 这样早上买中午卖 贪婪 神不喜悦我 这跟你买什么股票 没有关系 这跟你里头的态度 贪婪有关系 神对我说话 孩子 你不能这样 每天这样 买进卖出 不能这样做 这是贪婪 那么我一听这个事情 我立刻从此以后怎么样 不敢当天买进 也不敢当天买出 为什么 因为神说这是什么 贪婪 等同于什么 赌博 对不对 这得罪神 得罪神 从此以后就不这样做了 这不是买哪一只股票的问题 这是有没有得罪神的问题 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 生命会不会改变 得罪人是小 得罪神就严重了 你告诉你旁边 得罪我没关系 得罪神你就完了 你得罪我是没有关系的 我能怎样 对不对 但你如果这件事情 你得罪神 神不喜悦 我告诉你 你完了 大卫不敢讲 大卫知道一件事情 撒乌利亚是小 但是得罪了什么 神是大 他立刻悔改 立刻改变 大卫真的很不一样 他不是说 只是撒乌利亚这件事 而是他真的知道 得罪神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他立刻的悔改 大卫很不一样 第八 不一样的是 大卫用信心 接受无可挽回的悲伤结果 大卫真的很不一样 神经理对他说 这儿子必定死 是对他的审判 但是他住一个父亲 所以他有七天的时间 进食祷告 通宵祷告 躺在地上 不吃不喝 所以大卫那七天里面 那种心理的痛苦 心理的自责 那种因他的罪的缘故 他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你看做一个父亲 那种那七天里面 看到自己的孩子重病 是因为他的缘故 即使他知道 明明知道神说 这孩子必定死 但做一个父亲 他还不是能够 眼睁睁看这孩子死 他进食祷告 他通宵祷告 他不吃不喝 他躺在地上 因为他想 或者神有怜悯 他尽了他所有一切的责任 一个父亲的责任 最后孩子死了 旁边的人觉得很纳闷 旁边的人想说 当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大卫痛苦到这样的程度 不吃不喝不睡 躺在地上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大卫痛苦成这个样子 但如今孩子死了 大卫起步 起步是更加的痛苦 不知道怎么办 但大卫很不一样 孩子一死 他从地上起来 吃饭 洗澡 换衣服 到神的殿里面 敬拜神 回来安慰他的妻子 别是爸 与他同情 圣经说 神就给他一个孩子 叫谁 所罗门 我觉得这太戏剧化 在面对这样一个人生中 这样的痛苦跟悲伤的时候 大卫凭信心 他宣告了一句 很有信心的话 他说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大卫见了一个父亲的责任 他知道孩子死了 孩子走了 孩子不可能回到他这里来 但他心里还有一个盼望是 有一天 他会往他孩子那里去 大卫真是在悲伤中 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大卫真是在人生最痛苦 最悲伤的事情上 大卫仍然以无比的信心 接受神的旨意 接受神的安排 我觉得这是大卫很不一样的事情 十多年前我服侍过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 这个孩子 一出生就有了癌症 可能是在母妇中 可能就是原生的 然后这个家庭就经历很长达四年的时间 去帮助医治这个孩子 那么我也是在过程里陪伴这个孩子 在过程中非常的艰辛 你知道是这么小的孩子 干部的肿瘤 那么四年后的一个清晨 这个孩子离开的世界 我们熟人尽了所有的力量 那么离开这个世界 到医院去处理这孩子最后的一些事情 然后之后大概早上晚一点 我就跟张牧师去安慰这个家庭 那么我还到现在没有忘记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刚刚神学院 刚毕业 刚开始全职服饰的时刻 我跟张牧师来到那个家庭里面 一进门就看到那个父亲 抱着张牧师牧哮大哭 那时候我还年轻 三十几岁 那么我自己也还没有孩子 刚刚结婚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父亲 一个中年男子 哭得跟孩子一样 在张哥的肩膀上面 就是嚎啕地大哭 他妻子就在旁边沙发那里哭 已经服饰了四年的时间 虽然这个是可以预计的 可以预料 这孩子可能真的就会走 但是即使如此 你知道那个父亲那种伤痛 我站在旁边 那是我刚刚服饰 我自己也站在那边 也是肝肠寸断 非常的忧伤 他们是我很好的朋友 之后我那段时间 常常去看这个家庭 陪伴他们一起祷告 一起唱诗 但我发现没有办法 我还记得那个父亲跟我说 他说我没有办法待在这里 这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 房间是他的影子 客厅是他的影子 我走到哪里都是他的影子 他们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上班 每天在那个地方流泪 所以后来就鼓励他们 后来他们就 那房子就出租 就搬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希望他们能够 远离那个忧伤的场所 他们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 走出那个忧伤 即使搬离那个家 到处都是孩子的影子 孩子的生意 那些回忆 他没有办法 每天都在流泪 妻子每天都在流泪 最后他们决定 卖掉了台湾的房子 那么搬到美国去 那么其实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没有办法留在台湾 他们到处都有 他们孩子的记忆 所以差不多一年以后 他们就卖掉他的房子 就搬到了美国去 他们是我很好的朋友 那么到现在 我们常常有联络 常常有联络 因为我们一起度过 他们生命中最忧伤的时刻 我终身难忘 有多少的人 走不出他们生命中的 生理死别 真的 有多少人 走不出那些 没有答案的痛苦 有多少人 没有办法接受 生理死别中间 那个痛苦的事实 那么但是你看到 大卫真的很不一样 大卫他尽了他所有父亲的责任 他不再控告自己 他站立起来 他吃烦 他穿衣服 他洗好澡 他第一件事情 到神的圣殿里面 在那里敬拜神 然后回头 他安慰他的妻子 巴斯巴 然后上帝 非常戏剧性的 赐给他 索罗门 太戏剧性 索罗门 是出自 巴斯巴 大卫很不一样 让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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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